执着选美的港星二代 第一位 张敏军 母亲钟丽提曾是华裔小姐冠军出道 女儿张敏军也延续传统得到华裔小姐亚军 混血感十足的她完美继承了母亲的美貌 第二位 宋婉颖 出身选美是家母亲文宝雪 是90年澳门小姐 还参选过华裔小姐与袁永怡同届 宋婉颖混血感十足气质吸引人斩获港姐冠军 第三位 袁子慧 母亲是著名武打女星郑佩佩 袁子慧四岁学武十岁体操 22岁参选港姐 22年过去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第四位 关风鑫 硕士毕业从小被誉为最美心二代 港姐面试中引人注目 老父亲关里节热泪云眶 还为女儿登台助场 结果无缘三强颗粒无收 第五位 汤洛文 父亲是在娱乐圈混迹多年的汤震宗 汤洛文瞒着父亲偷偷报名港姐呈热门话题 可惜最后只顾六强拿下两个安慰奖 第六位 赵希洛 父亲是澳洲华裔富豪母亲梁晓琳 前TVB艺人 2007年赵希洛竞选港姐成名签约TVB 出道13年才第一次在台庆上捧回最佳女配 最后一位 刘佩月 妈妈凌娇1985年与周海妹同届参选港姐 刘佩月2013年参加港姐夺得季军称号 足以证明家族的美貌基因 虽然背景雄厚打听还得靠真本事 你还知道哪些热衷选美的新二代